2022-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低阶段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目前低阶段比赛具体排名已经出炉 晋级8强的球队将有机会争夺奖牌甚至金牌 而排名靠后的6支球队也将再次进行循环赛来争夺更好的名次 以便在明年的各项赛事中占据一个有力的分组位置 因此第二阶段比赛的争夺依旧会十分激烈 第一阶段13轮比赛过后 球员们的表现如何也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在朱婷和张长宁年龄逐渐增大 以及有逐渐淡出国家队的背景下 主攻位置球员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之后 在主攻位置的进攻成功率以及效率榜单上 天津女排当家球星林莹自成一档 无论是进攻成功率还是进攻效率都远远高于其他主攻手 在朱婷没有重回国家队之前 林莹当之无愧是国家队第一主攻 在主攻位置的进攻成功率上 天津女排主攻林莹以53.44%排名第一 谢盛妍以46.30%排名第二 考虑到谢盛妍只是一名替补 上场时间有限 虽然成功率高距第二 但实际上没有太大参考价值 来自江苏女排唐庆以43.28%排名第三 深圳女排外援比秦柯以43.15%成功率排名第四 北京女排外援拉左威袭以41.70%成功率排名第五 江苏女排主攻吴涵以40.68%的扣球成功率排名第六 福建女排主攻手庄玉山以40.61%排名第七 上海女排队长仲慧以40.49%的扣球成功率排名第八 北京女排主攻手王云露以39.51%排名第九 深圳女排主攻手王亦凡以38.63%排名第十 天津女排主攻手陈伯雅以38.56%排名第十一位 山东女排前国手杜青青以38.51%排名第十二位 非外界寄予厚望的江苏女排主攻手吴孟杰 以38.35%排名第十三位 另外名将车文涵 谬一文 断放 辽等名将的扣球成功率更低 排名十五名开外 而在进攻效率榜上 盈盈以45.00%同样高距第一 谢圣炎以44.44%排名四席 同样谢圣炎被扣球次数太少 这些数据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除了李莹莹和山东女排替补主攻谢圣炎的进攻效率超过40% 其他主攻手的进攻效率都在35%以下 进攻效率非常低 比秦柯以34.27%排名第三 世界冠军拉走围棋以32.47%排名第四 江苏女排吴涵以32.20%排名第五 山东女排主攻手杜青青以30.41%排名第六名 而同样来自江苏女排的主攻手唐青以30.17%排名第七 除了上述其人的进攻效率高于30%之外 其他主攻手的效率都在30%以下 进攻成功率十分不理想 去年还随中国女排征战世界女排联赛的段放和力尧的进攻效率 更是只有20%左右 状态惨不忍睹 他们要重回国家队的难度非常大 从主攻手的进攻成功率和成功效率来看 林莹无疑就是台超联赛第一主攻手 无论是进攻成功率还是进攻效率都是四成一档独令风骚 其他主攻手与林莹的差距非常明显 至少从数据统计的结果来看是这样的 除了林莹的表现依旧强势之外 国家队其他主攻手的表现则有些低迷 林莹的国家队对角王云路进攻成功率是39.51% 而进攻效率只有24.32% 状态非常一般 至少与他在世锦赛上的表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国家队另外两名主攻手 金叶和王亦竹则不在统计榜上 他们的排名大概率是第25名开外 着实令人担忧 国家队主攻球员的表现并不好 而国家队的希望之星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 被寄予厚望的陈伯雅 王亦帆 吴孟杰 谬一文四人的扣球成功率只有38%左右 而进攻效率更是只有24%左右 整体表现并不好 目前国家队主攻位置缺少优秀的球员 一些被寄予厚望的年轻球员 在本赛季台超联赛上也没有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国家队主攻位置让人担忧 好在最近朱婷在一甲联赛上表现越来越好 他有望在明年重回国家队 这或许是主攻位置唯一的好消息了